今天在超市买东西 超市门前哈 就告示 用那个橘 就是 就是有点发黄的纸 就是那个orange 就橘子颜色的那个纸哈 写的是说 那意思你在别处买的东西呢 你就别带进这个超市里来了 结果呢 我看这英文哈 我就 我就 好像有点核对 我看的对不对的那意思 结果找了一个明白人 那个明白人告我 我 我叙述完了以后哈 那明白人告我 是每个人都有车吗 那没车的人怎么办 也就是说呢 你有车的人在别处买了东西 以后你放在车里了 你没有车的人的 那个就是人坐车的 骑车的来的 人家买东西又上这个超市来买 那不就得把那个东西带到那个 超市里来吗 当然他这个 这告示的意思哈 这告示还挺醒目的 还贴了两张 同样的 那意思 我看完以后 我是挺同意的 这可是当时这次我买东西 没 没开车呀 啊 不不是 这呃 就是这次我买东西 我是开车了 我以前那个骑自行车买的时候 如果在别的超市也买了东西 那我就得 就是得搁在外边了 就是 就是就是有点担风险 那个怕丢了吗的 其实丢不了 正常的是没事 在买东西 也不用把在别处买东西 你提了着到这个超市里来 人家也不知道你是在这买的呢 还是在这需要付款呢 还是在别处带来的 我当时就特别同意这个告示上说的 就是因为我开车了嘛 今天 所以我就想开车 我就没想到开车这件事 我就想就是 在别处买东西呢 就放车里就行了 但是这个 我和这位 就是明白 就是知道这件事的人哈 说这个事的时候 这人就问我 那写的对吗 那意思 他不同意这种写法 因为这种写法呢 是说 开车的没问题 把东西放在车里 不开车的 走着来的 坐汽车来的 在别处买了东西 人家不忘了 人家不敌了进来 人家就不能在你这买东西 就对你这个 就是更多的 这个商业哈 呃 就是没有骂好处 当然了 正常的哈 这样啊 因为犯罪的 就是 呃 成本特别高 实际上就是犯 因为 犯罪成本特别高呢 所以呢 就是 没有人就是 去 触碰这个 不诚实的这件事 非常尽量的 ですね 误优独播 可以 哦 不 楼